HDMI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HDMI的編碼器 注意一下哦這個編碼器他是吃12V的電源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12V的這個行動電源 然後這個編碼器呢 在連接這個很長很長的以太網路 這以太網路可以走多遠 大概可以走100米沒有問題啊 然後呢連接到 我們的路由器 連接到這個路由器 路由器跟電腦跟剛才都是同個網域 所以就到這個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了 各位大家好這個畢業典禮的季節快到了 不管你要做畢業典禮的直播或者是大型的戶外直播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攝影機啊離你電腦的OBS非常的遠 如何將你的 HDMI輸出的攝影機 拉一個很長很長的HDMI線連接到你的電腦OBS 這個是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他其實有很多的解決方案啊 第一種方案就是說啊 你這個 攝影機啊連接一個叫做 光纖HDMI 這個光纖HDMI有所謂的方向性 他要分成TX端跟RX端 TX端的話就是說他要連接到你的 源頭 RX端的話就是要連接到你的擷取卡這樣子 或者是你的電視 那TX端會供電給他 也就是說我這個東西連接到我的攝影機的話 攝影機會供電給這一個光纖HDMI 的電源 因為他的電非常非常的小啊 所以這個也是目前的主流的方法 這個光纖HDMI啊有兩個致命的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他的城門太貴了 一米一公尺大概是一塊美金 成本價錢是非常貴 如果你想要買個100公尺的話 大概就要花個3000塊以上 好第二件事就是他的線啊是非常的脆弱 因為他骨子里就是光纖嘛 所以你不能夠彎的太大力 彎的太小的話他里面的玻璃就會破掉了 好那另外一種第二種方法就是說 所謂的HDMI的延長器 也所謂的TXRX 那最後到RX端的時候再透過這個 視訊截取卡然後進入到電腦OBS 那我在想說 我們今天用這個HDMI的攝影機拿來做直播 最終的目的是要進入OBS嘛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取代掉像 光纖HDMI的長度 還有不用連接 視訊截取卡 我想那個方法就是這一種 這個叫做HDMI的編碼器 通常啊會買這個東西的原因是 HDMI訊號灌進去之後他可以編碼成那個 RTMPRTSB的那些網路串流 你就可以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連接到這個內網的RTSB看到這個網路串流 這個是IPTV的應用 那我今天要利用的他的 想法就是 他除了有RTSB之外還有RTMP 還有所謂的SRT 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把HDMI訊號灌進去之後 我不要轉成RTSB也不要轉成RTMP 因為RTSB跟RTMP有兩個最大缺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視訊延遲大概到3秒4秒 太久了 第二個原因是 他對於網路的敏感度非常高 他要求網路的 頻寬的 理想度很高就對了 也就是說你稍微有點風吹草動的時候 哇 他就斷掉了這不好 那 目前這些串流模式裡面 有一個 最棒的串流模式就是SRT SRT啊他很適合用在這個 網路啊沒那麼理想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的網路隨時隨地有可能一些 風吹草動嗎對不對 你不能因為一點點風吹草動 他就掛掉了 好這是最大的優勢 他可以容忍網路的這個品質沒有不用那麼好沒有關係 第二點就是他的視訊延遲非常低 我剛才講RTSB大概是到3秒4秒 也就是說我現在 手揮了一下大概3秒 OBS才會出現這個沒辦法接受 那SRT可以進步到說1秒鐘 也就是說我現在 手揮一下他大概1秒鐘揮一下 很多人知道說SRT他是所謂的低延遲嗎 那坊間有人宣稱說SRT可以到什麼50ms啊什麼70ms 其實那都是蠻唬爛的 因為我實際測試過 他真的是1000ms啊 所以 跟所謂的70ms真的是有所差距的 ok 不管呢 我覺得1秒鐘還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你今天採用的是HDI的 延長器 TXRX 這也會有造成延遲啊 還有視訊解析款也有延遲啊 所以加加可能 稍微再多一點啊 但應該也無所謂 好 那 我今天為了讓這個SRT的這種設定變成簡單一點 我會做很多的限制條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必須要在內網跑嗎 所以我必須要設定他的 路由器的IPB需要固定的 我就設定在192.168.1.1 在這樣的 網域之下 你再繼續連接 如果你家的路由器是192.168.2.1的話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去裡面內網改一下 要嘛你就把你的路由器改成192.168.1.1 我的目的是要幹嘛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插上電 然後OBS就馬上畫面跳出來啊 就這樣子 首先啊將你的路由器的 有線網路連接到你的電腦 這個白白就是有線網路 另外這一條比較長的這一條有線網路 我是要連接到這個攝影機 因為 我的攝影機要離這個電腦很遠 好那怎么做呢 我就連接到這一個 HDI的編碼器 我先將以太網路接起來 然後呢先連接電源 然後你會看到 這個開機 他會出現一個 那個fabon的logo 好等他開完機 大概是 大概是10秒鐘吧 然後我們將HDMI連接進來 這個是攝影機的HDMI 然後把它連接到這一個 轉換器的HDMI 印的地方 連接進來了 好 你現在看到這個編碼器上面有個 logo 192.168.1.217 表示說啊 這一個編碼器的IP就是這個位置 那剛好跟我這個 路由器是同一個網域的 好 那我們現在在電腦那邊 測試一下給你看 我們要先證明他是在同一個網域 我們先打開你的 這個瀏覽器 192.168.1.217 看會不會出現一個 哦你看有出個fabon的logo嗎對不對 我出現fabon的logo表示說啊 這一臺 HDMI的編碼器跟我的路由器跟我的電腦都串在一起的 沒有問題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到obs 然後呢新增一個叫做 媒體來源媒體來源 然後呢 這個本機檔案把勾勾拿掉 然後貼入這個網址 網址我會放在我的拍賣網頁上面 或者是我的說明書 把它copy下來 然後再把它貼上去 先按確認 我畫面就出來了 你看這個攝影機的畫面就會 透過這個多媒體的編碼器 由這個 很長很長的這個以太網路 連接路由器到這個obs 那你看下延遲會比較大 好我們再去做一些設定好 我們到這個多媒體來源這邊再去做一些設定 把網路緩衝 變成1mega 然後呢下面這邊有一個 緩衝延遲這邊也讓他降低 降到最低 降到1秒鐘 然後呢這邊有個50嘛把改成10 這樣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延遲是怎麼樣 大概就是1秒鐘啊 然後呢這個 右邊這邊有一些聲音 把不要的聲音都把它給關掉 只留下多媒體來源 然後這邊要設定一下多媒體來源這邊 這邊 這邊你請你設一個 負的 300ms 這樣就搞定了 你看我這樣連接 HDI的訊號連接多媒體 編碼器之後 然後呢透過以太網路連接到路由器 進入電腦obs 他掃掉了什麼 他掃掉了這個 光纖HDMI 那他掃掉了什麼 還有掃掉一個這個 HDMI的擷取卡 因為 我們最後就是透過這個內網 把這個srt直接叫到這個 電腦obs裡面去 我們實際拿這台攝影機在戶外 架設一次給你看一下 HDMI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HDMI的編碼器 注意一下哦這個編碼器他是吃12V的電源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12V的這個行動電源 然後這個編碼器呢 在連接這個很長很長的以太網路 這以太網路可以走多遠 大概可以走100米沒有問題啊 然後呢連接到 我們的路由器 連接到這個路由器 路由器跟電腦 跟剛才都是同個網域 所以啊就到這個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了 設定是非常簡單啊 當你這些都串起來之後 HDMI連接之後 網路線連接到這個以太網路之後 你再把電源 插上去 然後呢大概跑個 15秒鐘就有看到畫面了 你會先看到這個faebron的logo 在這邊 好你看到這個ip之後 畫面就自己跳出來了 這個延遲啊大概就是1秒鐘啊 那這個語音的同步就是剛我們有設定的就是 你的聲音要讓他 設成一個-300ms 這樣就可以達成這個語音的同步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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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